好 民进党总统参选赖清德虽然担任这个总统蔡英文的副手 但是2019年赖清德在总统党内初选挑战蔡英文 让外界认为说蔡赖两个人之间是一直有心结没有化解的 不过呢 这回赖清德在电视专访当中说 他其实跟蔡英文关系很好 私底下互动还不错 还曾经邀请他到万里老家吃饭 好 媒体人罗旺哲分析了 赖清德接受专访的目标其实就是要跟英系来化解心结 拉拢英粉 并且撕掉外界给他的台独金孙的标签 因为呢 赖清德现在民调卡住了 如果将来民调想要持续的往上走 那么呢 不只需要展现尊英 更需要英粉的加持 罗旺哲他也示警了 民进党已经走向团结了 一旦整合成功 如果以民进党上一回800多万票的实力 在打折之后剩下六七百万票 好 就算是非绿整合成功 其实也不见得稳赢啦 当然 和平已经成为这回总统大选的主旋律了 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龙在昨天有说 在野党的总统参选柯文哲 侯友宜 开口闭口都是战争与和平 但是呢 民进党的赖清德光谈和平保台是不够的 只谈民主繁荣和平 会被误以为心虚 胆怯 还有理亏 不敢正面迎战 当然 针对这个赖清德的两岸路线 侯友宜竞选办公室议题组织集人克志恩有说 台独精孙 其实把赖清德拿到了不少政治红利 现在两岸之间兵凶战危 因此他才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路线 路线也变得越来越模糊 台独精孙 我必须要说 他其实帮泰清德拿到了非常多的政治红利 你不要忘记在民进党那一区当中 真的从头到尾就要独立建国这群人 不管是如何 他们对蔡英文有所疑虑 但是他们对赖清德是从头到尾都没有怀疑过 这是一股非常坚真的力量 你不要看他多少 起码6% 8%还是会有的 所以即使赖清德他放掉了 这个台独精孙这四个字 但是他台独已经深入到骨子里了 但是你可以知道 他为什么要转变一个立场 因为他一直看到这个整个社会的一个氛围 特别是台湾在这个兵凶战危 全世界都认为台湾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候 他不能真的蒙着眼睛 他开始在他的说法上 我必须说是说法上面开始有所节制 而且甚至他说他要走进去白宫 已经被轰了满头包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对于两岸的政策 会越来越走向比较模糊的一个路线 我对于赖清德的儿子 我真的觉得替他们感到有一点的忧心 这是一个绝对的父权 他的两个孩子够优秀在美国 学到一个很好的技术技能 为什么要因为你的父亲 要来保证因为台湾很安全 所以你要回来 因为你们回来 我们台湾绝对不会有战争 因为一个父亲不把孩子送到战场 这是什么样的逻辑 如果你有一个非常棒的儿子 在美国可以获得很好的工作 各方面的薪水 能够创造出研发出很好 像我们的NVIDIA的 这个所谓的黄仁勋 那不是也是台湾之光吗 所以他这个时候 告诉他我两个儿子都会回来 身为母亲的角色 我不觉得这句话会说服到我 因为你儿子回来 我要的是 你这个未来的国交领导人 可以如何让我们 不要是一个麻烦的制造者 而是一个风险降低的掌握者 赖清德接受电视台专访的时候有说 台湾政治上只有政治金童 不可能会有台独金孙 对此呢 民众怎么看的 有民众直接怒轰了 赖清德就是诈骗集团 想要骗选票 还有年轻人直接怒标脏话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 接受专访强调 自己不愿意接受台独金孙的标签 因为政治上只有政治金童 没有台独金孙 赖清德是政治金童还是台独金孙 台独金孙 我选台独金孙 原因是 原因 感觉他想隐瞒什么吧 政治金童 为什么 因为感觉那名字比较好听 诈骗局团 骗人很大 你说赖清德 全部都诈骗集团 那我冷静一下 强调一下 我不能冷静 看一下 真的啦 他是说 他强调 他说没有什么台独金孙 政治上只有政治金 要恋同的血缘就是中国 这样子 我们就是中国人 这样子 我们都是从那边过来 他不是从中国大陆过来的吗 开玩笑 希望大家不要再提什么台独金孙 不是 他根本就是在那个 操作的议题也没有 操作这样子才有票 没有 就是好像他们这样子很 很有他们的本土的一种想法这样子 他说我是政治金头 不是台独金生 他们就会唬烂 都是唬烂宅 为什么 就是他们发言就没有逻辑了 他把兵役改成四个月我就支持他 为什么 我就不要当那么久的兵 四年一年去当兵 他们 他们先把教改改好 他们教改都没改好 那个我不相信 好 赖兴得应该会延续蔡英文路线 我猜 对啊 他不会走台独 台独现在也不太可能被大家接受 对啊 维持现状就是大家接受 现在不会有人敢讲 极痛或极毒啊 对啊 这个不会被大家接受 不会有票 无所谓啦 因为为了竞选 每一个候选人 我想他讲的话都会变 他自己讲什么就是什么 他不是是自称吗 所以他自称是什么就是什么 他自称是政治金头 那他就是政治金头 他自己说的 赖兴得他到底是政治金头 还是台独金 我觉得他是 政治金顺 他不是台独金顺跟政治金头 没意思 你说他是什么 政治金顺 为什么 让大家都没意见 我根本不觉得这有什么意义 这两个title其实都毫无意义 对我来讲 我不会去理会他这个人 对 你不会理会他 就是不会因为他改成政治金头 就对他有更好的想法 或是不好的想法 就是我不会强调独立 我也不会强调属于中 和平最好 不是什么台独不台独乱七八糟 OK OK 谢谢 谢谢你们辛苦了辛苦了要播出去 播到世界全世界去 年轻人认为赖兴得自称是政治金头 那是他自己说的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够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我的推荐码 CTI-798 CTI-798有额外的折扣哦 旁边他说文字竹